各位V1娱乐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贵前菜监制和导演袁建卫 ViuTV原创剧《贵前菜》未出街才控洞 心水清的朋友 相信都记得袁道当年和姜濤在《都姐》节目中 齐齐滑想拍蓝球剧 不过袁道就澄清《都姐》不是愿望者 拍得成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以前都很喜欢打蓝球的男演员 一定很多 譬如有余文洛 有周柏豪 他们都很出名 就算是张艾聪 都很喜欢打蓝球 但为什么谈不成 为什么想不到 第一我未准备好 我未是一个 完全全投入戏剧的导演 第二他们亦是隸属不同的公司 其实很难谈 这次最妙的就是 居然一间公司有齐了这些人 还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 不是三个 是五个 其实不止五个 是七个 有七个ViuTV的演员 是打球 是好的 是否好到专业 不是 不需要的 但是你会见到他们真的懂得打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梦想与要求 我就是说 如果我们拍到一套蓝球剧 是不需要剪接的 在射球的一刻不需要剪接的 我就觉得真的对蓝球是够尊重的 当我说我拍摄机 开始 接着 就有人带着个球 拆动的攻势 随时交五六球 走完位 走完位之后 最后射球的人 要去到一个特定的地点 接着要射入 你不是球都入之后 每一个场景 大家都要出尽全力 去防守与进攻 其实是非常之体力 其实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拍了几个小时 但只剪接一分钟 我们拍最后的一场 好像都拍了六、七天 除了劳心努力之外 第一次拍极的原度 还要面对疫情风场 粉丝聚集 还有噪音投诉等等 搞到不似人形 幸好有一班演员够窩心 还有我觉得很开心的 跟他们合作是什么呢 就是在球场上那方面 是有人miss 没有人埋怨的 多少球都没有人埋怨 大家都会说 Good try, good try, good try 继续努力努力 那一刻你会觉得 我不是在拍剧 好像我有队球 那个感觉很感动 但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很满意的 就是他们都很自认 演出很有自信 又说我想开电影 但反而我在想 另外一些项目是 用回他们这几位演员 试试大家可不可以撞出一些东西 我觉得不需要一定要很精彩 反而我觉得 找一些娱乐性丰富一点的东西 就是大家开心一点 既然手掌和手背都是肉 圆导解释角色分配 是基于个人特质 和角色的拿手招数 传播 传播就是我们想 最高境界是什么 最高境界原来是 一个叫No Look Pass 就是你不用看都可以教步 就是你要对你的队友 绝对相信 我相信他 他能走到那个位置 我才会交到给他 譬如我会觉得 姜濤 姜濤是 其实姜濤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一直都在寻找自己 一直在寻找自己 一直在寻找一些可以跟他合作的伙伴 就是可以不同的人跟他合作 例如我或者其他的导演 音乐人 其实他们一直在建立一种信任 我就想用他们来做这个角色 他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跟着 关好德 Edan的角色就是 他会是一个有钱仔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家里安排他做什么 就是我要你做这种 我要你做那种 但是他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技术专业就是 他是一个射手 射三分 射三分其实 不是说你射得准就行 因为你射得准 你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有人不停地钉住你 只要你射得准就是这样 不停地钉住你 你要懂得做什么 你只要懂得做一个 一样东西就叫做无球走位 就是move without the ball 在那个无球走位 就是你找到那个刹那的空间 只要有点准空间 走对了的位置 你就可以起到手 你就可以入波 他主要 我为什么要找他呢 因为这个角色是搞笑的 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 帮助了这个剧很大的忙 就是他真的做了一个搞笑的角色 然后Stanley Stanley就是其实 他一直给我的印象或者形象 都是一个很好的先生 因为他在MIRROR里面他比较大一点 他常常都会安抚其他人 或者是其他人的 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角色就是说 他是做一个 他做一个Center 但是他有一个技术 就叫做Dream Shake 就是说他可以Shake来Shake 但他缺乏了一样东西就是 他Shake完之后他又不舍 他里面的角色是一个客户主任 那客户服务主任就是他这边又要招呼客 那边又要招呼公司内部的人 他就就在两边适合来适合他 适合到最后他适合了自己的最大问题 他如何在这个球场上 这种训练之下找回自己呢 那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一样想做的 那光仔呢 光仔其实是 我想找一个人是很串嘴的 因为其实球场上有一个技术 叫Trash Talk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代表人物 那我就没想到其他我就找了193 但是他related的技术就不仅是Trash Talk 他就是说Rebound 就是说蓝板球 那么蓝板球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什么呢 你进攻啦 射不入啦 如果你自己拿回蓝板球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有第二次的生命 你还有一次机会 就是一个second chance 小时候犯了一件事 很遗憾的 那他就一直在找这个second chance 他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 尋找球场与人生的second chance 那这个就是他做到的事情 那之后朱仁朱仁就是 虽然好像他在球场上最没事 但是他亦都是贯穿了整套剧 是高家校即是姜濤的一个伴侶 一个友谊 一个同盟一路陪着他做 他亦都是很好笑的 就是很搞笑的一个人 他亦都有自己一条线 他自己一条线就是 他很想追到一个女孩子 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的potential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在哪里 是去到最critical的一刻 你可能才发现到自己的潜能是什么 Ian就是一个很特别 因为Ian是另外一个系统 他跟痴汉队是没有关系 但是他跟阿孝是有关系 他跟阿孝在中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好朋友 但是因为最后的一场球 他们输了 两个人就分开了 走出了一个分开的什么 就是他就不停地push自己 不单止push自己 还不停地push别人 他push别人之下 他就会令到他去到一个境界 就好像众叛亲 然后他怎样resolve 怎样找回籃球的争论 在他来说 其实籃球的争论就是 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一定是一班人 怎样配合 怎样合作 你怎样尊重别人 别人怎样尊重回来 是那个情况之下 你才会得到一个好的球队 观人与美的原道 和Mirror Era成员亦施亦有 加上超过40年波龄 他又怎样品评众人的球技呢 姜濤就是一个球痴 即是痴汉 他也是算蓝球痴汉的一名 他有很多自己的独门秘方 他就譬如铲链 中距离他都射得不错 Edan呢 Edan我第一次跟他拍广告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算射得很准的人 但他比较劲就比较劲 他真的练习 他练习到三分不准 到三分很准 我最近跟他刚刚打完球 他都入了两次三球 即不是说笑的 真的很难的 但都三分那么远 接着就去到193 193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应该是南华的少年军 你能入到南华少年军 都不会差 其实你看他的Drop Step 这些Move 尤其是他转入中间的 是很漂亮的 即是这些Footwork是连得很好 很大步 大步到嚇死你 他可以在锁持圈边 一步就纏在中间 这些是很难Defense 的球员 而且他的籃板球是拿得很好 即是很稳固 Stanley 江湖人称马鞍山巨龙 他从而立即是有回头 他也有一些Move 但他的Move又不同了 他的Finishing又跟193有点不同了 最後是肥仔 肥仔你以為他不會打 其實他射球挺好的 與源道最合作無間的莫過於姜濤 又蒙著了雪岸的MV開始結怨 他又怎麼看這位萬人迷呢 其實他有一件事沒有變過 他一直都很喜歡創作 亦都是我跟他的其中一個connection 一個connection就是籃球 另一個connection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創作 他時不時都會說 我想到一首歌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他的轉變 其實你說大的轉變就是 成熟了一個人 起初是不知道怎樣 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怎樣處理 但到後來 到近這半年 他已經成為一個導演 就是MV的導演 你看到他一直都是向他想要的方向去 我覺得這個是出於一個成熟 但這個成熟就壓縮得很厲害 有時我跟他做事 我都覺得他會感受到壓力 如果這個發生在我女兒身上 會啊 我會覺得可以慢一點 說起兩個寶貝女 沿道有件趣事要開心分享 我講個故事給你 我小女兒就這樣 他一天就問我 爸爸你是不是經常跟Mira做事 我說是 有時 然後他說 你跟他們是否是朋友 我想一想 都可以算是朋友 他說我覺得你們不是朋友 為什麼 他說如果Anson Lo 姜濤 Edan 和Stanley哥哥是你朋友 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你請他回家吃飯 我說 那你當我們不是朋友 沿道蕭言不會被小女兒得逞 見他請Mira回家吃飯 但就大讚鏡仔和錯仔演技自然 計劃完班人馬開其他題材的電影 阿女同大家都拭目以待 HOLA